如果我们要去谈AI对中国的影响 有人说AI未来要入侵地球 那我会跟你说 中国就会成为未来AI入侵地球的最后一片净土 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互联网长城 开个玩笑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介入主题的话 我们先从公司开始讲吧 毕竟像是一个国家的构成 都是由无数个中小型大型公司 再加上无数个人汇集而成的 从微观的层面上我们先切入的话 我们就拿Copilot 也就是微软要逐渐地将ChatGPT 集成在它的微软的办公软件之中 像是PowerPoint、PPT 那么像谷歌 它所对标的软件是Google Doc Google Sheet、Google Slide 那么这些软件在面对Copilot的公式下 很明显未来可能会不堪一击 我们秉除一些什么用户忠诚度 像是他们用谷歌的云盘 这个云服务来所注建的一个壁垒 那微软同样也有 对吧 那它还有根据生产力的这么一个ChatGPT 能自动帮你生成文档 自动帮你根据你的命令、你的要求 去帮你生成PPT 对吧 那很明显不堪一击嘛 那中国有互联网长城的存在 那么像是腾讯文档 然后还有WPS 那这些国产的软件 在它的攻击之下 那确实还存有一定时间的喘息之力 但是也不长久嘛 因为科技进步的浪潮是无法停止的 哪怕它有强的存在 那它还是会有个小祸口 也是会有像是留学生啊 像是公司啊 他们是再像是一些科技爱好者啊 反正有人想接触 那它确实能接触到外面的一些新鲜的科技 新鲜的技术 就像是顺流而下的潮水 对吧 它往各个支流逐渐的蔓延 知识的这个传递 就像我刚才说的 像是大江大河逐渐汇入支流 那么举个例子的话 那就是大公司它裁员 像是腾讯阿里 他们裁掉的员工 如果找不到就是同等薪资的 在同行业的就业岗位的话 那他们可能就会 转入一些中小型的互联网企业 对吧 那他们所自身携带的技能 还有他们的能力是没有得到变化的 他们还是掌握了 较高的技能素养 那他所带过去的知识 便能够传递到其他的公司 传递到其他的人 那么那些没有办法掌握新鲜的技术 去提高自己生产力竞争力的公司 那自然而然 如果说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之下 就会被淘汰掉 被取代掉 这是无法阻挡的 那么人也是这个样子 如果说你不去掌握新的技能 去跟上时代的步伐 那你也会被淘汰掉 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公司招两个人也是招 现在招一个人能用AI能完成两个人的工作 那肯定是选择AI嘛 对吧 选择人家AI 那么我也不需要再把另外的省下的成本 都给到你一个人头上 不可能嘛 就是节约成本的角度 价本增效嘛 这不就是 完美符合嘛 在拆的GPT这个风口之下 如果从社会进步的角度上来考虑的话 生产力的进步固然值得欣喜 因为它往往会推动社会的进步 但是我们放到个人层面上来考虑的话 它往往带来的就更多的是焦虑了 为什么呢 很简单嘛 我们拿蛋糕店举个例子 老板就是开蛋糕店的 然后生产出来的面包蛋糕拿出去卖 我们就是打工仔 就负责去做面包 原本两个人 然后能够产出50块蛋糕 然后柜台摆放陈列 也只能陈列50块蛋糕 那如果说有AI的出现 或者说新技术的产生 一个人就能够生产50块 那么从对吧 从公司的角度上 从蛋糕店老板的角度上 那一个人就是多余的 就不需要 毕竟我总共就只能摆放50块蛋糕 但是剩下的一个人 如果说放到我们现在的大环境上 也不会很开心 因为这个所转移的工资 所裁掉一个人省下的成本 并不会完完全全的去加到你身上 如果说都加到你身上 那我还不如就雇两个人 对吧 那他肯定会 估计只给你提升10% 15% 甚至有的时候不会给你提升 就是让你去学习 这个对吧 工具 现在就业这么困难 如果说把你裁掉了 你觉得你还能再找到新的工作吗 如果放在一个正常稳定的 一个就业环境中 确实把你拆了 你还可以去别的公司 去别的面包店 但是现在就业寒冬 那你没有办法 你反而还得去学习 如何去使用新的工具 然后继续为老板去生产 从行业革新的角度出发 ChatGPT也的确拥有将很多行业 彻底颠覆的这么一个实力 我们就单独从翻译界来考虑它的影响吧 那我们都知道 ChatGPT 4.0 用的人也知道 它已经能够对标一些顶尖的像是Deep Air 然后讯飞翻译之类的翻译软件 它的准确度 同时对于本地化 像是互联网黑化 他们各个国家本地的一个Meme 他们的这个一个识别率 能够产生一个很高的准确度 这方面完全全已经胜过了 我所说的这些那些翻译软件 那么我们拿现有像是谷歌翻译 就是能够直接一键的将其他语言的网页 能够翻译成你对标的像是中文 来方便就是你对其他语言的内容的一个监索 一个查看 那么如果说把ChatGPT 集成在像是微软的避应搜索 它的Edge浏览器里面的话 那么这个翻译准确度 如果说在结合上像是OCR语言文字 就是图片的一个图片文字识别系统的话 那完完全全能够打破语言障碍 在互联网上存在的这么一个现状 那么设想一下 未来人们就完全可能 甚至就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后 人们可以凭借着ChatGPT 集成的浏览器 去浏览国外的新闻媒体 去用他们的社交平台 跟他们进行交流 同时同步的进行翻译 这是很有理想的 就是很现实的一个画面 也会觉得促进了对吧 世界的各个国家人民的一个交流 那如果说再往深的想的话 像是在视频方面 像谷歌的油管YouTube 它已经有这种AI智能翻译了 但是它这个准确率就是将将能用 就是如果说像是结合了这么ChatGPT 这么一个翻译的水平的话 那它这个准确度 然后再加上字幕的这种自动的翻译 然后如果说可能的话 未来就是再结合这种AI AI的这种语音合成系统 现在已经有了 就是你听的话像是什么 孙孝川唱歌呀 像是范氏啊唱歌呀 就是它的这个语音语调学的 已经是非常像了 完全有能力说是说 自己去制作自己个人的这么一套 这种语音合成库 然后再结合Copilot 能让它一条音轨是自己本国语言 让它同步能够转译成 其他国家的这么语言 这样就能够实现一条视频 给全世界人民 没有割合的观看了 这难道不酷吗 这还只是在互联网层面 实现这么一个设想 那如果说要面对面的话 像我们现在已经有像是 雷鸟呀像是NRAID 这种AR眼镜产商 已经有落地的产品了 那软件层面就是 没什么可用的软件 那我们就拿它当 第二块便携的显示屏用 但是现在 如果说它能结合ChatGPT的话 能够实时的对于语音 再结合这么一个语音识别系统 像旭飞的语音识别 像中国别的科技公司的 对吧 结合一下 就是实时的语音转录成字幕 然后投射到这个眼镜这上面 然后如果说有耳反的话 带个耳机直接转录成语言 直接转录对应的语音 然后能够直接听到 这无疑能够对翻译界进行一个这么的革新 就不需要像以前拿着你一个 对吧 训飞的一个转语笔 然后我说一句 你说一句 完全不需要 这对于教育界 就比如说翻译学科 对于那种小语种的学习的外语学科 对吧 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颠覆 像我们刚才也说了 它对于学习语言的同学们产生的影响是无疑是深远的 那它对于整个其实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 不仅仅是中国 整个世界的这么一个教育体系 都在它的出现之下面临的这么一个冲击 我们也看到了它在各种这种职业 或者说能力测试上取得了如此高的这么一个评分 同时像之前各种教育界都在封杀查的GPT 因为学生拿它写总结性的论文综述 让它帮忙写paper 写论文 都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 你只需要去给它设置一些参数 去告诉它一些大概的问题 它能够完完整整的产出这么一篇文章出来 这就有点像是高中大学 它不学习的同学 他找代写找代考 那么差的GPT出现 其实可能还把这一部分的就业空间 直接给它干掉了 把这个黑铲给它干掉了 你说这是好还是不好呢 你也说不好对吧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那些本来不学习的同学 就不再学习 那是不是就直接能过渡到 大家就不需要学习了呢 这其实是教育界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ChatGPT出现的这个时候 有很多的学习已经是无用的了 像是那种停压式的机械式的记忆 记忆文字已经没有必要了 像是计算器出现后 西方的学校基本上就是普遍的是 能够同意在考试中去使用计算器的 因为它的确能够去节约很大的一个计算上的一个时间的成本 以及脑力的这么一个损耗 那么学生需要学习的可能是去如何的去使用AI 如何的去运用批判性思维 如何的去具有创造力去生产出 去想象出 去实践 去运用别人想象不到的东西 而中国的教育界就需要往这方面上去转型 像是香港科技大学 那就是全面的开放去接受XLGBT的这么一个出现 当然也有像是香港大学 它就是完全的去禁止XLGBT这么一个出现 任何东西出现都是有两面性的 有辩证的来看 那它产生的一个这么的危害是什么 那它很有可能是成为斩断 就是斩断从普通人才过渡到顶尖人才这么一个阶梯 那聪明的人都擅长学习 那哪怕它有机器了 有这种AI辅助了 那它也只是去帮助它 成为它一个工具 能让它更好的去进行提升 然后那些不爱学习的学习效率不高的那些人 那他们反而用XLGBT反而还对它的能力得到提高了 对不对 但是的话 我们拿比如说AI绘画举例的话 像现在AI绘画已经短短的在这么两三个月期间 就基本上已经颠覆人们的这么一个想象了 就已经对许多的绘画从业者造成了影响 也有很多艺术学校的学生产生了焦虑的情绪 甚至有的不再想画画了 直接想转行的也大有人在 对吧 你要说那些能静下心来学习的人 确实是有 但是如果你说我一个普通人 就是能拿AI去产出同样高质量的东西 并拿了它来进行商业化 去拿它赚到钱 那那些学习的那些人 如果说不能满足他们的一个温饱条件的话 当自己连温饱都不能保证的时候 还有时间去精进自己的技术吗 还不是一样会去投入AI的这么一个怀抱 让AI出图 提高效率 自己改改手脚 设定一下参数 对吧 所以国家的一个改革 其实是迫在眉睫的 这还GPT这种东西的存在 AI大语言模型的出现 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教育 但是中国你别说可能还真的是有前瞻性 像我们2021年取消了教育 打击了教育 提前让一部分人在就业 就不会存在像是 一道切 现在一道切的 现在一道切的这种情况 直接让社会产生巨变 对吧 先不说它主要目标去干什么 它这个取消教育的这个行为的确是 让我们从教育的过度变得比较顺滑起来 然后再说的话 无论是研究生的一个扩招 还是对于像是专职学校的一些的推崇 其实都是想在解决现有的这么一个教育问题 也就是从事白领相关工作的学生 越来越多就业场面 就业不景气的这么一个情况 想要去解决当下这么一个就业的难题 但是很大的问题就是 它这个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 像是我们这一代人 那该怎么办呢 这并不是说一个劳动力想去转变就能转变的 并不是说我今天在那种地 我明天就能够去工厂里去生产车辆 人们在花了十几年二十年所投入的学习成本 时间成本 并不会说是因为你的失业 就能够突然转化成另一种东西 那么对于学生还有很多在职的朋友 如果说你不继续进行学习的话 那么AI浪潮的出现 很有可能会直接影响你的这么一个生存 你就只能被时代所抛弃了 当然现在流行的躺平 是你说想躺就能躺的吗 如果说你真的能躺平的话 那其实反而说明你背后还稍微有点底蕴 你能够躺平 你有积蓄能够维持你的生活 你有对吧 还是有房子 同时没有什么上养老下药 上养老下养小的这么一个焦虑的存在 对吧 那我们更多的人只能去学习 只能去保证自己的一个竞争力的提升 这其实反而加剧了我们这么一个 内卷化的这么一个现状 因为躺平就是被初青嘛 时代的改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 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山 压得我们喘不过气 好 我们终于要谈国家了 那我们从国家来谈的话 像现如今我们都知道经济不减气 我们国家拉动GDP的主要的三架马车 房地产 然后出口 然后都已经不行了 那最终能靠的就只有内需 但是要知道 衰退是一个螺旋衰退的过程 当我们一个人不消费 就相当于另一个人的收入没有了 对吧 你不买面包 那么卖面包的人就没有用了 他就赚不到钱了 所以你看现在如今高企的这么一个存款的现状 并不是说都归功于我们中国人天生有这么存款的这么一个文化 或者说这么一个心理因素 更多的是因为对于未来一个风险的一个不确定 我们希望拥有足够多的钱才来抵御未来所带来的风险 那么国家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去减缓这种风险的存在 有的人可能会说 没啊 我没感觉这个条件不景气啊 怎么的呢 那我跟你说 这个现实是存在的 如果说你去东莞广州 然后义乌这些小商品密集架工厂等地去看 那些干日节的很多人就是找不到工作 就是很多工厂他没有开工 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 在全球需求凋零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你是找不到一个买家的 那么那些开工的工厂他就是不会开工 你就是找不到工作 然后你再去看一个就是外卖行业的 一个外卖员的一个这么的增速 他这个市场也在逐渐的越来越饱和 越来越饱和 竞争越来越激烈 这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缩影 就是体现的就是现在经济状况不景气的这么一个 对吧 一个例子 我们不谈这些劳动力 我们还要谈一下像是白领 像是程序员 很大一部分就是比较低端的 或者说年龄比较大的 都有可能已经被裁了 或者说也很焦虑 但转型也不是很容易 这部分人会进入就业市场去找工作 但是现如今就业岗位也没有那么多了 他所去向下兼容去找的公司 那他们那些公司也有可能会裁掉其他的人 然后再叠加上就是不断的新产生的这么一个大学生毕业 所带来这么一个劳动力 就业市场已经是饱和的不能再饱和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研究生扩招 对吧 想办法 想要去让学生在在学校里面再撑那么几年 也有些人面对如此的就业形式选择去考公务员 选择去考教职撑 那也是卷啊 那更是卷的不行了 那我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期的话就是 如果说都学过地理 那我们很可能会往逆城市化的步骤上 进一步冲刺了 想想这部分多余出来的人口 在城市已经接纳不住了 那他们可能就会选择放弃他们在城市的工作 或者说已经有些没工作直接回到老家去 对吧 那家里有房子 对吧 爸爸妈妈也有房子 然后自己打工也挣了一些钱 也稍微有点积蓄 那面对如此竞争强烈的就业市场 那我就选择躺平先待上一两年 对吧 那我就回老家 那其实这很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需求的机会 那么国家要考虑的话 就是往这些小乡镇农村去进行基建的一些建设 去根据他们的需求 对吧 他们的衣食住行来进行一个制度 然后设施上的完善 当然我们现在规划上的话 你能不能就稍微考虑一下可持续性发展 考虑一下少数族群 比如说像是那些残障人士 那些盲道啊 像是红绿灯一些发生的系统啊 然后道路的扩宽啊 让这个停车问题啊 能够得到缓解啊 这些是不是都应该可以放到 新的城乡规划里面去考虑考虑 像是国家现在已经在实行以公代正了 对吧 那去把农村 把小乡镇这些 比较破旧的城市设施 去进行一个翻新 但是也不是那种挥霍式的 就是建了修拆了建 这种 不是的啊 是合理的有规划的 国家还要认识到的就是 生产力的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们所投入的时间成本 所投入的教育 并不能够立马转化到其他的岗位置上 那么当他们面对就业不紧气 面对裁员的情况下 那只能够选择一些比较低端的 我的低端是知识层面上的 就是像是送外卖 像是搬砖之类的货 就像我最近看了不是有 清华大学的教授建言吗 像是退休 不延迟退休 然后改成 50岁退休 但是65岁领工资 那我们是不是要考虑 很有可能很多人是35岁就被动退休了呢 那么现如今在面对 外资企业集体出逃的这么一个现状 在各种工厂搬迁到像是越南柬埔寨 然后墨西哥等用人成本更低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更要考虑的是如何对于产业转型 机器支持 以及对于用人制度 比如像是996等严格的落实打击 去营造855的一个这么就业的这么一个水准 对吧 毕竟我们生产力已经严重过剩了 那么通过去改革他这个工作时间 反而会缓解这么一个现象的问题的存在 从这种情况下 我们来考虑XLGBT的出现 反而是对现有社会制度的这么一个冲击 反而很有可能会 让带来一些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